我现在到YouTube,我就以户籍藤本来去输入这个关键字,看看它的相关的影片。 好,您看一下,这边户口名不改版,影本可取代户籍藤本。 线上申办电子户籍藤本教学,中天新闻,然后户籍藤本,然后要求户籍藤本盖官房招聚什么什么。 OK,在这个地方呢,例如说,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一个好了,这个线上申办电子户籍藤本教学,就是教民众如何去申办电子户籍藤本。 好,您看一下哦,在这个地方,它是由永和护证,永和护证来去做的。 好,那在这个地方呢,它应该大家都知道永和应该是新北市。 其实,我在这个地方,我一定要告诉各位,就是说,我们今天我们来学这个课程哦,而且我们一年开五批,这是第五批次。 那我们有很多的人,还有机会可以来上这门课程,是不是您回去也可以从你跟你的同事,就是询问一下,有上过这门课的长官、同事,然后两三个人,然后成立一个小小的团队。 所以我们来去制作,把民单位里面的一些,就是应该说是民众必须要知道的申请资料的一个流程啊,把它做成影片。 一个礼拜也许做一片,您就会发现这都是可以建立,就是说我们政府的一个,政府公家机关一个形象。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,您看这个,电子线上身败,好。 那我们稍微看一点好了,速度这边,您看一下哦,就是它的声音啊,旁边是不是会有那个环境音,有听到哦。 这没办法。好,我只能这样讲说,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控制我们的环境,因为我们不可能找一个录音室来去做这件事嘛。 好,你看,它就是一张一张的一个画面,然后一个人在那边说,那我会觉得说,就算我们不说也没关系,你就变成把这一张一张静态的画面把它抓起来,抓起来完毕之后呢,去做什么事情? 加那个文字,就是左下角去加一些文字,像这边它主要就是要讲说,那个申办作业执行完成之类的。 好,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,您用我之前教您做影片的方式哦,也可以做到这样一部影片。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,这边有看到嘉义市地震事务所,它的一个影片,自己的谈本,自己请。 有看到哦,好,所以真的很诚心地希望你们有这样,就是来上课,学到一些知识,然后我们舍我其谁的这样子一个心态,我们来去多做一点就是辩明的一个事情。 像现在做影片,这绝对是一个辩明的一个服务项目之一。